24小时全球热点资讯来看 风暴来袭 台风山竹来势汹汹 热带风暴 弗洛伦斯威力不减 遭遇热带气旋袭击 东西半球如何应对 金融危机十周年 危机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哪些变化 留给我们哪些启示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的消息 山竹自从太平洋深处生成以来 短短几天就快速发展成了 破坏强度高 强风范围大 云系水汽足的超强台风 山竹也因此将成为 今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 得风王的名号 中央气象台 金晨季局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 山竹的中心今早10点左右 是位于距离广东省江门台山市 东偏南方向约280公里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 预计山竹将一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 并将于今天下午到晚上 在广东珠海到吴川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的风级是14到15级 为强台风级 目前台风山竹正在向广东中西部一带沿海靠近 预计今天下午到傍晚会登陆 现在广东台山已经进入防风一级应急响应 当地各种防台准备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那现场的情况如何 我们现在马上就来连线 就在当地的央视记者张琪 张琪你好 请你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了 好的 那么现在山竹可以说 我所在的广东台山这一带 已经完全进入了台风山竹的 气急风圈范围内 那么包括珠江口的东西两岸 现在已经完全是进入台风的气急风圈范围内 那么可以说随着台风的靠近 现在我们感受最明显的是这个风力的在不断的加强 现在现场的雨可以说是已经开始下了 但是这个风比今天早上明显的在加强 那实际上这个强风从今天早上6点多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一直到现在在不断的加强 在大概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根据江门市气象部门的一个信息 江门全市已经出现了8到9级的阵风 那么沿海就是我所在的台山的这一带 更是出现了10到11级 那么现在的这个风力会更加大 那么随着这个雨带的不断靠近这个雨还会加强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强风强雨的现象 会从今天中午一直到今天的上半夜 那么是这一个时间段是影响广东 包括像台山这样的地方最强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整个山处它的这个风圈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那么七级风圈的直径大概是到了1000公里 所以说整一个广东在它登陆的时候 整一个广东都会被它笼罩着 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个台风 山处它的登陆点在哪 那么另外整个广东的全省都已经进入了这种防风的状态 那么广东省也已经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一级一级响应 那么广东防御台风山处的一个原则就是先防风防潮 后防雨防洪先海上后陆地的原则来进行防御 所以说现在整个台风来临之前的几个小时的防御的工作 比如说像在我身边的这个台山的这一个渔港 那么这是一个内海的渔港 昨天就停了大概400多艘当地的一个渔船已经停靠在这里 包括还有大概300多艘是外地的渔船就近停靠在这里 那么现在这个边防官兵现在还要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包括还要对一些人员来进行一个转移 那么这些人员更多的是原本要以船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员 那么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大概转移了100多人 那么现在还有可能大概几十个人需要做最后的一个转移 那么到今天下午1点钟之前 所有的这些渔船的人员要确保上岸来避险 那么考虑到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风力非常强劲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做一个提醒 一个是今天中午到夜间广东全省 特别是这些沿海地方的居民 尽量还是要在自己的房屋内来进行躲避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房屋内进行躲避的话 那么尽量还是要远离向窗户 这样一些带玻璃的一些地方 那么因为这个风实在太强了 那么有可能局部的强风会把这个窗户的玻璃给吹破 这也是我们这些年做台风报道的一个经验 那么我们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好的 谢谢张奇从前方现场发回的报道 也请你注意安全 风亡山竹即将来袭 各地多部门市严阵以待排查安全隐患 帮助群众转移 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情况 15号下午广东湛江边防支队队员巡查到南三码头时 发现仍有七艘渔船辅助船停靠在岸边 边防队员迅速规劝并帮助渔船民将船转移上岸 截至目前湛江边防支队共排查渔船微防300多艘 劝离转移群众280余人 转移船只110余搜 加固渔船 渔排200余搜 据了解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将一直持续到台风登陆 而位于深圳东部大鹏半岛的滨海景区目前也已经关闭 游客正在逐步撤离 沿海民宿客栈也正在做防台措施 记者还在现场看到 沙滩上已经没有游客 一些快艇也已被调放在岸上 避免台风过境时 造成损坏 景区内的一些商店和民宿客栈已经关门 门窗底下堆起了沙包 房顶也用钢丝绳进行了固定 避免被风刮坏 当地政府也已贴出告示 通知当地营业场所在台风影响期间暂停营业 在广西青州市犀牛角中心渔港 三百多艘渔船已整齐有序地停泊在港内避风 为防范山主可能带来的灾害 当地海上养殖户们也在抓紧抢收 在海口市某超市 记者看到由于提前储备了蔬菜 这里的菜价没有发生变化 而且菜的类型也较为丰富 在海口市某批发市场 这里的批发仓正在加紧储备蔬菜 此外 物价部门还对该市场内哄抬物价 为明码标价的三家批发摊位 进行了3000元至5000元的处罚 台风山竹江至各地交通也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公告称 从昨天也就是15号 18点到17号全省学校停课停学 广东七个地市的部分客运班车 从昨天也就是9月15号下午开始停运 在航空方面 深圳机场 珠海机场 在今天也就是9月16号将会暂停所有航班起降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部门了解到 9月15号下午起到16号全天 从广东赵庆 阳江 清远 汕尾 潮州 茂名 梅州 七个地市开往湛江 茂名 阳江等广东西部沿海地区 以及珠三角地区的部分客运班车双向停运 其中 赵庆等部分地区16号中午之后的所有客运班线全部停运 根据广铁集团的消息 16号广东省内高铁全天停运 蒲铁线路广州地区9点至20点 蒲铁线路深圳地区凌晨4点至20点 倒发旅客列车停运 16号下午16点后 海南环岛高铁停运 16号到17号 进出海南岛的跨海列车 江战铁路 广袤及信仪城际朴速铁路停运 以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 可不晚于票面乘车月期起30日内 含当日 持车票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深圳机场9月15号13点将应急处置预案响应等级 提高至最高级红色 从9月16号暂停所有航班起降 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 机票退改签柜台 有不少旅客在排队 深圳机场是确定从16日的零点到24点 以及17日的零点至早上8点 是所有的航班都取消 32个小时 那么涉及到的航班是超千价 受影响的旅客可以立即与所购票的航公司联系 进行办理这个退改签的手续 珠海机场9月16号所有进出港航班也全部取消 9月17号后 珠海进出港航班将是天气情况 逐步恢复运行 机场提醒旅客在出行前 及时了解天气及航班情况并与航空公司联系 北京首都机场今天也就是16号往返广东海南福建 港澳东南亚多地的航班取消 游客出行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截至昨晚 华北空管工受理首都机场16号 因台风取消航班计划143架次 其中呢 出港的航班是73架次 进港航班是70架次 台风山竹外围的环流对台湾也造成了影响 从15号开始 台湾东南部风雨渐强 沿海出现了10米高的巨浪 恒春半岛是风强宇宙 阵风达到11级 一波波长浪拍向岸边 受台风山竹外围环流影响 花莲 蓝雨等地都开始刮风下雨 沿海浪高都在5米以上 台东一度掀起10.2米的巨浪 卷着沙石冲上岸边道路 太平西地区出现海水倒灌 海水夹带大量泥沙 导致台东市出海口的沟渠被封堵 一个海滨公园被涌入的海水 淹成汪洋一片 当地的渔船也纷纷回港避风 所有船只都用绳索连接固定抵御风浪 屏东的墾丁浪高也达到7米 香蕉湾海域海水已经漫过堤防 所有海滨浴场全部关闭 整个恒春半岛都是风墙宇宙 阵风达到11级 狂风将一大截铁片吹到半空中 缠到电线杆上 电力公司紧急抢修 篮球场屋顶也被掀翻 墙风还刮断了电缆线 险些击中路人 东港往返离岛小琉球的交通船 15号下午全部停航 末班船急满返回本岛的民众 受天气影响 原计划到小琉球过周末的民众 纷纷退房 让民宿业者损失不小 不止台湾南部受到山竹台风影响 北部的宜兰15号清晨也出现风雨 阵风最强达到十级 海巡部门已加强巡逻 严禁游人靠近岸边 香港天文台预计山竹会在16号开始 以超强台风的规模影响香港 今天早上香港天文台将8号裂风 或暴风信号也就是俗称的8号风球 提升至了9号裂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 也就是9号风球 目前香港全程停工 所有日间学校停课 公交小巴及部分铁路停止运营 公立医院普通科门诊暂停服务 多项公共服务暂停 香港特区政府和各机构以及市民 都已严阵以待做好了防风准备 15号山竹的下沉气流 为香港带来晴朗和酷热天气 市民外出享受周末 市面一切如常 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不少商铺和住宅为防玻璃在强风中破裂 都在门窗的玻璃贴上了交叉 或者米字形的宽胶带 据了解 一些物业管理公司14号期 已在所负责楼内张贴紧急通告 提醒商户住户提高警觉 强风来临时 尽量留在室内或安全位置 注意关好门窗 保持排水位置通畅等 去年台风天歌洗港期间 多个低洼地区 比如大澳 鲤鱼门等首当其冲 出现严重海水倒灌和水禁 这次山竹来袭 特区政府吸取经验 提前协同当地居民和相关团体 做好预防措施 包括安排旅游巴士 接在低洼地区居民 前往临时庇护中心 有关方面预计将疏散上千人 香港红十字会等 慈善团体组织的义工团队 也协助大澳居民采取防风措施 15号早上上百名 义工分成小队前往民居 帮助有需要的居民 特别是老人 帮他们把家具和大型电器垫高 并固定容易摇晃的物件 而由特区政府 民政事务总署 消防处 警务处 社会福利署等 以及非政府机构成立的 大澳乡市委员会办事处 紧急事故协调中心也已启动 以协调 疏散 救援和紧急支援 民政事务总署下辖的 48个临时庇护中心也已经开放 在鲤鱼门等其他低洼地区 同样是沙包 挡水板处处可见 一些居民利用木条 加固 门窗 屋顶 特区政府相关部门 日前已将沙包运送到位 让有需要的居民使用 今天早上9点 台风山竹已经来到 位于澳门东南约210公里处 早上9点开始改挂9号风球 澳门气象局预计 今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 可能会改挂10号风球 目前在澳门市区 已经可以感受到风力强劲 并伴随降雨 受山竹的影响 从15号晚上开始 澳门往返香港的船只 全部停航 出入进口案也已经关闭 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 都被要求停课 公共娱乐场所暂时关闭 澳门民防行动中心 目前共收到10起 台风导致树木倒塌的报告 澳门从15号开始 开放了16个避险中心 已经收容了大约700人 台风山竹昨天凌晨 在菲律宾旅宋岛加盐省登陆 昨天深夜 结束对菲律宾的影响 截至记者发稿 这场台风已经在菲律宾 造成了至少25人死亡 此外还有很多人受伤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方面说 未来几天 伤亡的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 这是昨天台风登陆后 在吕宋岛北部碧瑶拍下的画面 据当地政府说 碧瑶市有5人死亡 5人失踪 这是土阁家劳市受灾后的情景 加油站的棚顶被掀翻 电线杆大幅度歪斜 受山竹影响 吕宋岛多处地区发生山体滑坡 除了造成多人死亡外 还阻碍了道路通行 台风山竹登陆后带来狂风暴雨 在卡加严省 由于不少民房都是由轻制材料建成的 难以抵御台风袭来 房屋屋顶被大风掀起 玻璃四处散落 树木也被连根拔起 此外 这次受灾的卡加严省 伊沙贝拉省等 还是菲律宾的重要农业区 而眼下正值当地稻米玉米的收获计 台风来袭 不少没来得及抢收的庄稼 严重受损 山竹还迫使至少8万人被转移安置 造成大面积供电和通信中断 海上和空中交通暂停 预计共有超过500万人 将会受到影响 台风山竹袭击东南亚 而以降级为热带风暴的弗洛伦斯 在美国登陆之后 反而是更具威胁了 当地时间的15号 弗洛伦斯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 盘旋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上空 给当地带来倾盆大雨 目前是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 救援仍在继续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弗洛伦斯最大持续风速 已经减弱到每小时75公里 风速减慢 降雨持续 意味着发生灾难性洪水的风险很高 目前北卡罗莱纳州一些城镇 已经遭遇大于60厘米的暴雨袭击 天气预报还警告 降水总量或可达到1米 北卡罗莱纳州新博尔尼地区 还出现了高达3米的风暴潮 导致4200间房屋被毁 大约还有一百位居民等待救援 据报道 北卡罗莱纳州东南部和南卡罗莱纳州 东北部很可能出现的龙卷风 或将成为威胁当地居民生命的新风险 风暴袭来 树木和电线被吹倒 街道大部分被倒下的树木挡住 北卡罗莱纳州 南卡罗莱纳州 和弗吉尼亚州约有170万人 被强制撤离 数百万人生活可能受风暴影响 这些居民面临断水断电的困境 预计到17号之前 弗洛伦斯将向西移动 弗洛伦斯带来的降水有多严重 我们来看看它来袭前后的对比 对比图片显示 在北卡罗莱纳州 一个也叫华盛顿的城镇里 一处商业街 在暴风雨来袭之后 整条街道犹如一条河流 而当地的一个停车场 持续的强降雨 也是让那里面目全非 只能靠一旁的树木和路灯 才能够辨认出具体的方位 在暴雨停歇的片刻 还有民众拿着手机拍摄 画面上可以看到 积水的深度 几乎已经到了一名 成年男子的大腿位置 而目前恶劣天气的影响 还在持续 相关部门也已经警告民众 继续保持警惕 当地时间14号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老城区一处游客聚集的广场上 发生了枪击事件 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 8人受伤 根据墨西哥城警方发布的消息 枪击事件发生在墨西哥城 著名的旅游圣地加利波地广场 一处交叉路口 当时正值每年9月16号的 墨西哥独立日前夕 三名枪手身着墨西哥 传统流浪乐队服装 向人群开枪后 乘坐摩托车逃离现场 目前警方正在对逃离现场的枪手 展开通缉和追捕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当时临近墨西哥独立日 音乐家正在广场演奏乐曲 突然响起连续的枪声 直到枪手逃离现场 广场上的音乐仍然没有停止 据了解 暴力犯罪一直是墨西哥 最困扰的问题 自2014年以来 墨西哥城的凶杀案数量 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墨西哥警方表示 当地发生的大部分犯罪事件 都与贩毒集团有关 加利波地广场 是墨西哥城 最臭名昭著的街区之一 警方称 最近毒品交易日益增多 导致了这一区域暴力事件频发 15号 美国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 雷曼兄弟宣布 申请破产保护十周年之际 有不少巴黎民众 聚集在当地银行门前 抗议银行的税务欺诈等行为 也希望以此警示政府 面对金融行业出现的问题 应该及时出台措施 进行管理和干预 2008年9月15号 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2008年9月15号 拥有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行雷曼兄弟 最终南逃被次贷危机所拖累 宣布破产 之后他的倒闭成为了全球危机 全面爆发的一个导火索 在过去这10年当中 金融危机给美国金融市场 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我们来听听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在新加坡带来的书里 那么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10年之后 很多投资者依然能够感受到 当年市场崩盘时候的恐慌和不知所措 那在CNBC我们整理了10年前 不断有坏消息突发时的 一些新闻片段 但我们回顾和再次感受一下 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慌意味着什么 AIG is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两个美国的美国的金融 最优优优独立 Lehman Brothers and Merrill Lynch utterly transformed late today 我们发现到 AIG is in real trouble fighting off collapse 它 touches a lot more than Lehman does 它 has a much broader effect not only does it affect Wall Street but it also affects Main Street The biggest points plunged since 9-11 The Dow down more than 500 points Now we are seeing a major sell-off in the Asian equities today The main message from everyone that we've been speaking to on the program has been that AIG is really simply too big to fail We're not going to move through this in a straight line There are going to be some real rough spots along the road Asian equity markets getting slammed with financials especially hard hit as Wall Street undergoes its most significant reshaping in recent history All three major industries have lost more than 20% since their October peaks firmly putting them into bear market territory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的10年之后 这样的恐慌依然在影响着市场 我们来梳理一下市场上出现改变 首先我们最能够直观的一个感受 是在美股市场当中 上市公司的数量是呈现大幅度的减少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那么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的1998年 美股中的上市公司数量 是在7500家左右 这个数字在2004年下降到5000家 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 是下降到4300家 而在去年年底 之前是在3482家的水平 其次市场中的波动性 是大幅度的降低 分析就认为 这是由于全球各大央行 在过去10年当中 纷纷地实行超低利率政策 而这样的长期不正常的货币政策 是推高了股市等风险资产 使得波动性降低 如今美国经济基本面向好 很多条件和当年都不可同日而遇 然而一些数据指标 却开始让不少人担心 特别是债务水平的迅速回升 以及美国开始有苗头 要重新地放宽金融监管 同时美国公司债务占GDP比重 在快速地上涨 使得不少的经济学家 开始担心私营市场中的 债务偿还能力 最后我们谈到的这些公司债务 其中很多和能源相关 也就是说如果油价再度的下跌 那么这让不少的公司的 偿还能力会受到打击 因此不少经济学家 已经是数次的警告 全球的负债问题 可能会引发下一次的危机 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专题研讨会 今天早上正式拉开了帷幕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 该如何降温 全球贸易体系如何重构 与会嘉宾怎么看 我们来连线一下财经频道 前方的记者孟夏兵 夏兵 那这次会议上 大家讨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那各方嘉宾 他们所持的主要观点又是什么 好的 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 专题研讨会到现在 其实是进行了四个小时 那从上午的这个研讨来看 贸易摩擦依然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那在讨论过程当中 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 民运院长林一夫先生就表示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是互补的 那贸易其实是双赢的 那这种双赢要如何实现呢 还是要通过自由贸易的通道来实现 那实际上世界银行前行长 佐利克的观点跟他基本上是一致的 佐利克也站在国际的角度上 给中国提出提供了一个建议 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他说中国发展的进程到现在 其实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努力 但同时也一定不能忽略 世界组织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那现在中方和美方就要互相尊重 避免冲突 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大家的观点其实有一点非常的一致 就是在这一次的贸易争端过程当中 这个通过谈判 其实是当中的方法之一 那接下来呢 最重要的还是要调整双方的这个政策 和国内的经济结构 那这对于双方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在今天的议程上面啊 其实有一项非常受大家瞩目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就是今天中午的 全球经济和中美贸易摩擦主题的 这样的一个午餐会 这个午餐会上为什么会受瞩目呢 是因为美国前财政部长 罗伯特鲁宾将作为受邀嘉宾之一 发表演讲 那罗伯特鲁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在美国国内呢 是被称为了非常有创建的军师 同时大家也称他为是一个 非常善于解决危机的 这样的一个高手 那在中美贸易摩擦 吃八教的背景之下 他到中国将会释放出一个 什么样的信号 那真的是十分值得期待 那在接下来的议程当中呢 还有一些论坛将会围绕着 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景啊 还有全球贸易体系将如何重构 等等话题进行讨论 那我们在前方呢 也将会持续发回最新的报道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天价门票 伦敦时装周的前排座位 售价最高达5000英镑 驾乘新体验 宝马自动驾驶摩托车 提升驾驶安全系数 纽约时装周的秀刚刚结束 伦敦时装周随即拉开了帷幕 去时装秀场的前排看秀 一直是很多人的愿望 如今呢 这些前排座位 已经开始对外销售了 但是票价不菲 以前 时装周的前排座位 通常是让位于那些 最热门的时尚名人 专业服装设计师和摄影师 如今 这些前排座位 已经开始对外销售了 虽然价格最高达5000英镑 约合45000元人民币 但仍然一票难求 此次伦敦时装周 英国时装协会 就推出了宾客俱乐部套餐 将为客人提供一系列独家服务 来体验国际知名时尚活动 包括迷人的香槟早餐 私人司机专车接送 以及100多名知名设计师的 系列作品预览 而这些套餐的起价 为每人520英镑 此外 英国时装协会 还推出了前排体验套餐 包括看秀时 可以在前排就做 表演结束后 有机会与设计师 见面交流时尚见解 而这项前排体验套餐的 最低价格为1700英镑 且不包含增值税在内 另外 英国时装协会 近日宣布 2018年伦敦时装周 将全面禁止使用皮草 成为全球首个气用皮草的 知名时装周 英国时装协会发表声明说 作为英国时尚界的代表 英国时装协会 支持设计师创造力的同时 鼓励他们在挑选材料和供应链时 做出道德的选择 近日 德国车企宝马 公布了一款自动驾驶摩托车 行驶的演示视频 它能够自行地转弯 加速和刹车 但是研发人员透露说 目前这款摩托车只是用于研究 车辆驾驶的安全性 暂不会进行售卖 宝马公司的研发人员介绍说 这款自动驾驶摩托车 由智能软件驱动 可以在没有驾驶人员干预的情况下 自行发动引擎 转弯 加速和刹车 并通过预先设定的路线自动驾驶 同时 当车辆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时 电脑会分析障碍物的体积和移动速度 选择停止或躲避 不过 虽然这辆摩托车可以自己停车 但车身上却没有安装陀螺仪 这也就意味着当车辆停下后 无法自己完成起步 需要驾驶员把车身扶正到直立状态 再给它发出指令 这辆摩托车才能正常行驶 据悉 设计这款车并非为了上市销售 而是为了研究摩托车驾驶安全 宝马公司希望在未来人工智能 能够作为驾驶助手 在危险情况下自动刹车或调整方向盘 从而保证车手的人身安全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他们已经签下全球首单还月旅行合同 将帮助一名私人游客 实现乘火箭绕月球飞行的梦想 他们会用猎鹰重型火箭 将这名游客带入太空 完成太空之旅 关于这名游客的身份 以及其他的细节 将会在当地时间17号公布 该公司还在官网上表示 截至目前只有24人有机会 能够近距离地目睹月球风貌 这次飞行计划将是自1972年 阿波罗登月以来 人类再度靠近月球 去年SpaceX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就曾说过 将在2018年底 让两名付费客户乘坐火箭 实现绕月飞行 一年一度的央视315晚 会已经变成消费者主张权益的一个舞台 到明年315晚会将会迎来第29个年头 昨天也就是15号晚上 央视财经联合20多家主流网络直播平台 共同推出网络直播 正式启动2019年315晚会的线索征集 同时央视财经315专区也正式上线 在直播中央视财经记者 前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进行现场探秘 实验室的专家们正在对多款婴幼儿消费品 包括婴儿床护栏 学步车 儿童地垫等 进行缺陷调查 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 也在直播现场 对这些产品案例进行了解读 这个栏目从这些年呢 这个在揭露经营者 这个违法行为方面 保护消费的权益 以及反映我们这个相关政府部门 社会各方的力量 来参与消费油钱社会公治 这几个方面应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 消费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 新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捷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惑 就例如个人信息泄露 消费者维权可能有很多的难度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这种 立法方面 执法方面 包括消费者意识提高和维权的手段 还需要提高和完善 315专区也在央视财经客户端正式上线 包括权威发布 投诉举报 消费预警和独家调查 四大板块 消费者可以将消费维权势力 疑问 投诉 发布到315专区 知晓行业内幕人士 也可以通过这一专区 为315调查提供宝贵线索 每年的9月 英国小镇巴斯都会举办 剪奥斯汀音乐节 人们会穿着19世纪的服装 在巴斯大街上游行表演 表达对著名作家 剪奥斯汀的怀念 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一起去看一下 小镇巴斯 右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